山西老师人放羊偶遇一对红凤凰 金色的脑袋 红得像火的身子 还长着凤凰般的大尾巴 沼子锐利气质高贵 五年配种搞到了四十多只 就连县政府都觉得不可思议 决定奖励现金二十万 那么这个老师的山西放羊汉 到底养了什么玩意儿 为啥会值这么多钱 家住山西运城的郭大爷 正是本次事件的主人公 郭大爷大名叫做郭天良 是个地地道道老师本分的农民 一辈子以种地放羊为生 与村里的邻居朋友关系处得都不错 2018年十月的一天 郭大爷起了个大早 赶着自家的二十多只绵羊 去后山放羊 因为羊群常年来此吃草 早就熟悉了后山的环境 因此郭大爷赶着羊群来到草场后 就准备找到草窝 抽一锅汗烟休息一会儿 可就在这个时候 羊群突然一阵骚动 全部挤成一团 直挺挺地朝着一个方向看 郭老汉还以为有野狼或者是什么猛兽 就赶紧起身查看 可环顾四周 除了一只火红色的怪鸟 郭老汉并没有看到有其他一场 既然没有危险 郭老汉紧张的心 也就重新放进了肚子里 转头开始关注起了这只怪鸟 郭老汉活了七十多岁 却发现 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 怪鸟长着金色的脑袋 红彤彤的身体就像火焰一样亮丽 细长的尖着与身体非常搭配 尤其是尾巴 比村里的大红攻击都要傲上三分 气质十分高贵 郭老汉第一时间被怪鸟迷到了 山西老实人上山放羊 意外见到红凤凰 五年配种搞出四十只 县政府知道后 直接给了二十万 郭老汉第一次见到这些凤凰一样的怪鸟时 情不自禁往前迈了两步 可这只怪鸟十分警惕 见到郭老汉想要靠近就直接飞走了 晚上回家后 郭老汉辗转难眠 兴奋地睡不着觉 在郭老汉心里越来越觉得 白天自己见到的怪鸟就是金凤凰 村里的老一辈相信金凤凰真实存在 也留下了不少有关金凤凰的传言 郭老汉小时候听爷爷讲过 如果谁一辈子能见到金凤凰一面 那这个人日后就会走大运 没想到现在真让自己见到了 郭老汉内心瞬间产生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 光是见到凤凰就能有好运 那如果是自己把这只凤凰养到家里 那不得祖坟上冒青烟吗 郭老汉决定之后 第二天就带着家里种的小米 还贴心地准备了几瓶矿泉水 返回了昨天放羊的位置 可一连七天 羊都快把这里的草都吃光了 可凤凰依旧没有重现江湖 但郭老汉依旧坚持不屑 直到29天之后 郭老汉终于再次等到了凤凰的身影 这一次因为有了食物的引用 前来密食的凤凰开始犹豫 并没有立马飞走 老郭知道 养凤凰这件事急不得 就远远地站在远处 看着凤凰品尝自己带来的食物 第二天郭老汉一如往常 却发现了一件更令他兴奋的事情 山西老是人上山放羊 却意外遇上金凤凰 五年内频繁配种搞了40只 县政府知道后 直接拨款20万奖励 在第一天喂养凤凰成功之后 第二天便继续带着食物上山 没想到 昨天的凤凰竟然还带了一个同伴 老早就在原地等着 郭老汉把食物和水投喂给了凤凰 在凤凰进食的时候 郭老汉发现 新来的这只凤凰长得比较小 可能是母体 他们俩估计是夫妻 就这样 郭老汉坚持饲养凤凰五年 在这五年里 凤凰不断交配繁衍 数量上升到了50多只 而郭老汉的女儿 也找到了如意郎君 有了一个好女婿 但老伴见郭老汉对凤凰越来越上心 花了家里不少钱 觉得郭老汉可能中了血 于是就故意把郭老汉养凤凰的事 捅了出去 谁曾想 县政府听说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把郭老汉抓了起来 山西省动物专家赶到现场 确认郭老汉养的动物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腹锦鸡 因为红腹锦鸡非常珍贵 所以平时想见到他们的身影 是难上加难 而郭老汉的所作所为 竟意外让红腹锦鸡的数量 繁衍到了40多只 这是极为难得的功劳 当地县政府调查清楚这件事后 决定从县里的财务中拨款20万 当成对郭老汉的奖励 老伴到最后也没想通 养这玩意儿 咋能挣这么多钱